聚精会神 聚和会都是集中的意思 精神呢,重新 对吧,聚精会神就是非常集中精神 精神非常集中 非常专心的意思 我们做一件事情,非常集中 可以用聚精会神 听力,第一第二部分可能会出来 我们可以说聚精会神的上课 聚精会神的工作 聚精会神的看书 聚精会神的看电视 都可以 好,我们看一下立文 他俩正聚精会神的下着旗 不管周围发生什么 他俩都无动于衷 这句话里边有两个成语 我们看一下 他俩正聚精会神的下着旗 下起这个词组 这呢,三体 对吧,这三体 下着旗 非常集中 非常专心的下着旗 聚精会神 不管周围发生什么 这里有一个关联词 不管呢 跟都一起用 对吧,聚会都 不管发生什么 哦,他俩都无动于衷 这个也是我们六级的成语 在以后的课中 我们会学到 我们先看一下 哦,无动于衷的意思呢 哦,无关心嘛的 什么都没有关心 对吧,什么感觉都没有 哦,没有感觉 什么都不关心 无动于衷 好,下边一个成语 齐心协力 齐心协力 要跟齐心呢 一样的心 协呢,共同 对吧 力呢,努力 哦,所以 为了一个目标 共同努力 同学们注意 这个成语 前标的主我呢 一般 大家很多人 对吧 大家很多人 为了一个目标 共同努力 不能一个人做主语 哦,如果我说 我齐心协力 你齐心协力呢 以后安对 哦,主我呢 大家很多人 哦,所以 听力第二部分 可能会出来 还有 可以第一部分 可能会出来错的句子 对吧 如果主语指一个人 不能用齐心协力 好,读回第二部分 玄词填空 也可能会出来 好,我们一起看一下 力文 一根筷子 一折断 一把筷子 不会断 只有齐心协力 共同合作 才能克服难关 共享成功 好,这句话里边 前边呢 一个筷子 比喻的意思 哦,我们看一下 一根筷子 그리고一把筷子 这个都是量词 那么一根筷子呢 하나 对吧 一根筷子 一折断 一呢 容易 容易折断 근데 一把筷子呢 一把的意思呢 很多 哦,老师这样用手 这样拿的动作呢 一把 对吧 很多筷子 一把筷子呢 不会断 所以它比喻 如果只有一个人的力量呢 很小 没有用 如果很多人 大家的力量呢 更大 哦,所以比喻的意思 好,只有齐心协力 对吧 我们大家 很多人 一起努力 共同努力 共同合作 才能 克服 难关 同学们注意 搭配 克服 难关 共享 成功 共享呢 一起享受 哦,共享 成功 这句话里边也有关联词 只有 跟什么一起用 呢 才 只有 才 哦,关联词 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成语 千方百计 千方百计 哦,同学们看一下 那千百呢 苏咋数字 几千 几百 很多的意思 那有个方呢 方法 计呢 也是 办法的意思 所以他的意思是 用 很多 办法 方法 哦,用 各种办法 想 各种 办法 用 一切 办法 哦,用 很多 很多 办法 千方 百计 哦,有的人 为了达到目的 千方 百计 好,那 听力第二部分 interview 采访 可能会出来 还有 都可以第一 第二部分 还有 sugi 我们也可以用到 哦 好,看一下 立文 每次犯错误 他总是 千方百计 为自己寻找 合适的 借口 那 看一下 每次 犯错误 同学们注意 搭配 犯呢 哦,做错事情 动词 犯 做错事情 对吧 这里呢 做了错的事情 犯错误 哦,还有犯罪的犯 犯错误 好 他总是 千方百计 哦,想各种办法 用各种办法 千方百计 为自己寻找 合适的借口 好 下边一个成语 切而不舍 切而不舍 哦,切的意思呢 原来的意思是 雕刻 雕刻 哦,雕刻 这里呢 比喻 很难的事情 对吧 不舍 舍的意思呢 停止 那么不舍呢 不停止 不放弃 哦,不停地做 好 他的意思 哦 原来的意思呢 不停地雕刻 那现在呢 比喻 做一件事情 坚持 不放弃 哦 遇到困难 也 不停下 对吧 坚持 不放弃 我们 学习 哦 汉语 很难 但是我们 不能放弃 对吧 我们应该 切而不舍的 学习 这个成语呢 好的意思 哦 好 听力 第一部分 哦 可能会出来 切而不舍 是什么意思 同学们听到 这个成语 哦 马上知道 坚持的意思 好 还有读可以 一二部分 第四部分 也可能会出来 还有我们写四地的时候 如果写一个人 哦 他为了成功 遇到困难 他不放弃 坚持做 我们可以用 切而不舍 好 看一下立文 成语 切而不舍 精实 可漏 的意思是 只要坚持 不懈的努力 即使再难的事情 也可以做到 好 看一下 成语 切而不舍 精实 可漏 常常呢 这两个成语 放在一起用 那八个字 一起用 切而不舍 精实 可漏 哦 刚才老师说了 切 雕刻的意思 对吧 这里呢 漏 也是 雕刻的意思 他们 左边都是 金字旁 哦 切 和漏 都是雕刻的意思 那 我们看一下 切而不舍 对吧 只要你坚持 不放弃的去做 那么 金石 可漏 金的石头 也可以 雕刻 对吧 它是比喻 很难的事情 都能达成 哦 都能完成 所以同学们 知道一下 这八个字 两个成语的意思 跟老师一起读一下 切而不舍 金石 可漏 好 它的意思是 简单的说 哦 只要坚持 不懈的 努力 同学们注意这个词 哦 坚持 不懈 坚持 不放松 不放弃 我们在写 siki的时候 也可以用到 这个词 对吧 坚持 不懈 的 努力 即使 再难的事情 也可以 做到 好 这里有一个 关联词 即使 跟 也 一起用 即使 再难的事情 也可以 做到 好